徐珍贵证明自己是好爸爸和王源合影 网友的回应解开谜团 TFBOYS从刚刚出道的时候 就用实力征服了各个年龄段的人群 特别是现在的孩子 几乎都是三小时的粉丝 即便是明星家庭也并不例外 可见TFBOYS并不只是人气高 而是人格美丽的展现 3月21日深夜 徐珍晒出一张自己和王源的合影 并直言称自己是最好的爸爸 令不少网友都表示有些疑惑 当然也有不少王源的粉丝误解 这是要做王源的爸爸吗 还直言以王源的口气回应 你才不是我爸爸 接下来网友的回应则是解开了徐珍和王源合影谜团 其实徐珍这次和王源合影 并不是单纯的为了自己而合影的 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女儿 相信大家也都知道 徐珍当年在和陶红合作电视剧《春光灿烂猪八戒》的时候相恋 在2008年的时候 陶红还为徐珍生下一个女儿 取名叫徐小宝 如今也刚好10岁 多年以来徐珍和陶红对于私生活都是特别低调 也正是因为他们两人的低调 让不少媒体误认为他们两人的感情出现问题 但徐珍和陶红在去年年末 曾一家人一同出现在一家餐厅吃饭 从徐小宝开心的笑容中不难看出 他们一家人的感情特别好 而这次徐珍晒出自己和王源的合影 有很大的原因就是在为自己的女儿合影 相信徐珍的女儿徐小宝也和同龄人一样 是王源的粉丝吧 而自己还要上学 作为父亲的徐珍 如今作为著名导演 刚好遇到了女儿的偶像王源 徐珍为女儿合影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吧 而从徐珍的配文中不难看出 徐珍的女儿平时应该就是对王源关注比较多 而这次徐珍这么自信的话 中叶足以证明王源在徐小宝心中的地位了